城内城外,谁能熬过寒冷的冬天,谁就可以赢得胜利,赢得世界。 这是二战史上持续最久,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巷战,交战双方伤亡200余万人,堪称人类现在史上史无前例的城市绞肉机。 1942年,二战的第四个年头,德国在经过一系列闪电般的胜利之后,基本占领了整个欧洲,并在南方获得了战略主动权。 而代号蓝色计划的行动也正式诞生,此计划是针对苏联南部而实施的战略性进攻行动代号。 但此战,德军的进攻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苏军的王牌部队第62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建立了坚强的防守线, 二是希特勒既要攻占斯大林格勒也要攻占高加索尤铁,并以此迫使苏联失去战争所需要的重要资源。 头年深秋,德军士兵正在意大利科尔沃港口休整,温暖的海兵让他们流连忘返, 但急促的军越打破了瓶颈。 在非洲战役的出色表现使他们获得了表彰,若无此战,英国人也不可能退到尼罗河。 只是战时的表彰不仅代表荣誉还有责任,半个小时后他们将和汉斯中尉一起颁复苏联。 火车不急不缓地穿过意大利港口游荡在辽阔的俄国平原上, 车上的士兵们志得意满还沉浸在之前愉悦的气氛中, 即使面对接下来的战争仍然充满信心, 认为只要三天就能闪击攻下目标城市, 像过去一样把一切踩在脚下,得到想要的一切。 只是衣裳整洁的汉斯中尉与他们格格不入, 这是他第一次上前线, 曾经惶恐不安的想法正在逐渐消失, 越接近战场,他的忧郁愈加淡化, 但是对女友的思念却愈加炽热起来。 两人相隔两千公里, 如此辽阔的距离却让一切变得可怕起来, 而一封简单的信件可能要隔上很久才能送到, 但他还是认真地写着, 并渴望收到女友的回信。 士兵罗路看着汉斯, 挑衅地说要跟他打个赌, 赌他自己能活下来, 而汉斯不能。 汉斯没有犹豫, 直接硬了下来, 尽管路很长, 他还是想试试。 终于他们接近了斯大林格勒, 战争的气氛在这里变得浓郁, 除了无数前进的部队, 还有无数沉默的伤员, 一名战俘不小心摔倒, 押送的士兵便拳打脚踢, 于心不忍的汉斯试图上前阻止, 却被推在满是泥泥的地上, 亲眼看着战俘被打死。 他愤慨地向上尉抗议, 没想到上尉笑容猙獰, 对此毫不在意。 第二天, 汉斯向上校报道时, 迫不及待地想要重提战俘的事, 结果上级打断他的报告, 让他直接忘掉此事, 俄国人的性命对他来说一点也不值得在意。 战火燃起前是神父的一番洗脑倒腕, 捍卫西方基督价值观, 反对东方布尔什维克主义, 而上帝与我同在, 被刻在每个德国士兵的腰带上, 但很多人根本没注意到这点, 他们并非信仰上帝, 只是渴望得到救赎, 毕竟上帝不允许他的信徒杀人。 而三天内攻下斯大林格勒, 终究是一句空话, 他们被困在的战场上, 每一个位置都成了必正之地, 即使占领的卧室, 苏军也会在客丁发起反击, 而第一次上战场的汉斯, 还是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中。 为了拿下工厂, 上校不惜一切代价, 爆炸后的浓烟之下, 他们迅速突进, 只是新兵费尔曼前进时, 不小心弄出的巨响, 瞬间引来苏军疯狂的狂轰乱战, 很多人都在这一波的进攻下丧命。 但德军还是艰难地靠近大楼, 然后引爆炸药, 刹时间碎片四射开来, 战场上是一片片滚烫的焦土, 老兵显得游刃有余, 新兵却忍不住落泪, 沃克努力帮助新兵, 可惜大局如此, 他也无能为力。 苏军的炮火十分猛烈, 跟不上的人只能放弃, 突进没有取得效果, 很大的责任来自费尔曼, 尚未鼓务他应该弥补过错, 成为让妻子骄傲的人。 于是, 他拿着手榴弹一往无前地奔向前线, 在被子弹击中前, 他还是将手雷抛了出去。 而尚未只是一句, 那是费尔曼欠我们的。 现在苏军的防线被毁一个缺口, 尚未便带着士兵拿着喷火器火速冲锋, 击溃苏军成功打入工厂内部。 新兵穆勒跟着战友在一旁掩护, 突然出现的人影吓得他一顿疯狂扫射, 可是睁开眼之后, 却发现那是自己的朋友。 穆勒瞬间崩溃, 哭喊着让队友杀了自己来赎罪, 只是老兵没打理他, 赶着奔向下一个目标。 此时, 冰死的朋友突然开口, 他想念妈妈, 想念和妈妈在一起的幸福。 一旁的穆勒肃然惊醒, 却宛若封住残年的老人般, 艰难地呼吸。 虽然成功打入工厂, 但苏军还在继续抵抗。 沃克找来一些油桶, 放在推车上推向苏军, 在苏军的攻击下, 油桶爆裂, 整地被炸得支离破碎。 汉斯沿着楼梯前进, 却发现一个满头鲜血的苏军, 他忍不住面露惊恐, 求着苏军投降。 但苏军毫无反应, 禁止朝他走来, 他吓得抠动扳机, 可对方仍然不管不顾。 此时, 沃克从背后袭击苏军, 可下一秒, 他就吓傻了, 不停地喊着尿裤子的。 汉斯也被吓得放声大哭, 所有人的脸上满是彷徨, 而他们的面前是密密麻麻的尸体。 德军的, 苏军的, 到死他们才愿平等相待, 共同谱写这一首宛若哀歌的谱子。 战后休整之时, 德军正在听着广播, 里面传来的是希特勒的演讲, 台上是慷慨激昂, 台下是激情呐喊, 而此刻的他们, 有的在笑, 有的沉默, 有的欲言又止。 汉斯忍不住关掉的广播, 他们从四百人到现在只剩下的六十二人。 弗里斯安慰着新兵穆勒, 他却委屈地哭了起来, 哭泣是很好的施压能力, 只是弗里斯这些老兵, 已经忘记了如何流泪。 枪声突然响起, 所有人迅速靠近窗口, 不明所以的汉斯询问情况, 原来是有人见苏军抢救伤员, 便开枪射击。 汉斯决定和德军交涉, 争取暂时停战, 各自抢救伤员, 结果遭到士兵的质疑, 德军有标准程序, 禁止这种行为。 但汉斯管不了那么多, 他只想救下战场上痛苦呻吟的伤员。 当汉斯举起双手走出去后, 德军也同样如此, 一个苏军小孩迫不及待地跑出, 准备救自己的同伴。 在救援过程中, 双方逐渐彼此靠近, 一名苏军突然拿出自己的口粮, 弗里斯健壮, 也默默地拿出了自己的面包。 在同伴差异的眼神里, 两人开始用食物交换来表达友好。 只是下一秒, 后方的德军没忍住, 对着苏军开了一枪。 一时间, 整个战场枪声自起, 一片混乱。 汉斯顺手救下小孩, 和弗里斯一起回到阵地。 他怒火喷涌, 大声斥责开枪的士兵, 弗里斯更是朝他吐了一脸口水, 但最后还是放了, 这个差点害死他的士兵。 后方送来了物资, 麻烦般的食物和家人的信件, 汉斯将食物递给小孩, 但他毫无反应, 对他来说, 这就是一群侵略俄国的野兽。 汉斯没有在意, 仔细阅读着信件, 嘴角忍不住上扬。 他们说着妻子, 说着家里的奶牛, 也说着球队的笔分, 只有从信里, 他们才能获得一丝安慰。 小孩终于开口, 指着士兵的照片, 说自己也有兔子, 还说自己是个鞋匠, 能帮他们修好鞋子。 士兵想倾尼地拍拍他的头, 但他恍然惊醒, 又躲开了。 此时, 苏军那边传来一阵阵歌声, 小孩再度回归冷漠, 即使士兵递给他红面包, 他也只是冷冷地看一眼。 罗路一脸阴沉地将心揉成一团, 他们六周便攻占了法国, 但妻子却爱上了法国战俘。 汉斯想要安慰他, 墙壁却突然被炸开。 苏军发动的攻击, 猝不及防地他们被包围了。 为了突围, 汉斯打算进入下水道寻找出口, 然后命令留下的士兵坚守, 两小时后再自行突围。 下水道细长阴暗, 汉斯渐渐和部队远离。 阴差阳错下, 汉斯发现一名落单的苏军女兵, 为了存活, 他假意要带着汉斯离开, 然后趁他不备, 推他入河。 听着汉斯的呼救, 他有些不忍, 但还是离开的。 幸好赖瑟及时赶到, 救了他, 然后和战友会合。 只是爱德加受到攻击, 双腿被炸断, 他们只能带着爱德加撤到后方。 此时俄国人突破的北部, 逼近克莱茨卡亚, 现在南方也突破了, 即将在卡拉奇形成包围圈。 被包围之后, 阵地中只有无数哀嚎的伤员, 以及不充足的医生和药物。 赖瑟看见白衣人, 就用枪威胁他给战友治疗。 即使他不是医生, 赖瑟也不管不顾。 最终, 爱德加没能救回, 他们反而被捕了。 就因为刚刚用武力威胁白衣人, 他们将以犯人的身份去排除地雷。 1942年12月, 德军被包围的第五周, 汉斯等人在呼啸的寒风中, 瑟瑟发抖地排着雷。 由于今天是圣诞节, 上面派人过来分发面包, 只是分发员却趁此机会戏弄他们, 让他们尽情哀求。 在同伴期待的眼神里, 汉斯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为了一口面包, 所有人开始拼命争夺, 此时的他们已经接近了承受的极限。 回到营地, 商校突然出现, 原来是苏军进攻的马里诺夫卡, 德军伤亡惨重。 虽然守住的, 但苏军不会就此罢休, 这一切也不会就此结束。 为此, 赫尔曼来到这里征兵, 让他们选择参加战斗, 或者被饿死在这里。 无奈, 他们只能重回战场, 商校带着他们在雪地里埋伏, 等待苏军的坦克经过。 这场偷袭更加残烈, 不仅要挨住寒冷, 还要忍受饥饿, 在这一刻, 生命显得是那么的毫无用处。 随着一声号令, 苏军开始的进攻, 有人被瞬间击中, 有人被坦克碾碎, 有人被炸成两截。 战争是人间的一首哀歌, 子弹是词, 鲜血是曲, 惨烈是主旋律, 而他们只能用一个个生命 为某一个人的私欲去演奏。 德军侥幸获胜, 现存的人分享着 上校的最后一只雪茄, 他们以为获胜后就能离开, 却被现实再次击粉, 撤退命令被取消, 他们必须留在这里, 所有人将继续和苏军战斗, 只是汉斯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第一个命令 竟然是屠杀无辜的平民。 否则此事的恰好是上尉, 而那个苏军小孩也赫然在脸, 他们因为不愿屠杀平民 遭到的上尉的呵斥, 要么他们死, 要么替他们死。 最终, 他们只能闭着眼, 怀着无法忤逆的悲怆的情绪, 开了墙。 赖瑟无法接受这样的战争, 他决定离开, 宁愿当逃兵, 而经历这样的事, 汉斯也无法再坚守自己的军人誓言。 虽然这是逃兵行为, 但没有人出言阻止, 他们经历的一切 早已不只是战争那么简单。 最后, 莱瑟、穆勒、 汉斯三人选择离开, 其他人留下。 漫无目的地行走, 他们遇见了被战争掏空的难民, 被死神折磨的母亲等等, 但没有人报复他们, 也许是没有力气, 也许是不知该恨谁。 此时, 所有人只剩下的挣扎求存的本能, 只要一小块面包, 他们就换到了通往机场的方向。 他们借助在尸堆里的医生证明, 乔庄混过检查, 和无助伤员挤在一起, 但更多的商员已经被放弃, 和死人放在一起, 最终被冻成冰雕。 当他们以为自己是幸运儿, 能逃离这个地狱时, 一群军官被护着送进的飞机, 彻底断绝了他们离开的希望。 最终, 他们只能回撤到营地, 那个千辛万苦逃离的地方。 此时的营地一片死寂, 所有人面容枯稿, 期待着生命的终点, 连上校也在其中。 此时, 飞机的轰鸣声突然袭来, 他们疯狂地跑出去, 原来是后方送来的物资。 他们开始翻找, 而此刻闪耀的勋章, 却远没有简单的实物重要, 甚至忍不住抱怨勋章, 影响了他们翻找速度。 在吃饱后, 他们终于感觉自己尚在人间, 但是, 尚未突然出现用枪对着他们, 汉丝忍不住将他扑倒, 慌乱中, 木勒被击中。 尚未看着他们无比冷漠的眼神, 开始求饶, 甚至说出了剧院旁的不羁品, 但他们没有留情, 直接开了枪, 然后带着受伤的上校区的剧院, 这里很温暖, 食物, 烈酒, 要啥又啥, 其中一个房间里还有个女俘虏, 正是那个将汉丝推下水的女兵。 几人眼神交汇, 瞬间默认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按军衔来排序, 由汉丝打头。 只是汉丝什么都没有做, 反而将绳子解开了, 还不允许别人碰她, 为此甚至发了脾气。 也许是见到了不一样的德军, 女人突然愤怒, 故意嘲讽汉兹, 原来是为了激怒汉兹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的母亲是德国人, 她曾经很喜欢德语, 结果她却备受德国人的折磨, 这一切就像噩梦, 没有尽头。 她想过自杀来结束这一切, 终究是没有勇气。 失去生命并不是嘴上说得那么简单, 更何况是经历了地狱的人。 上校受了伤, 仍想带着他们回到战场, 有人不想回到那个地狱, 直接吞枪自杀了。 罗路主动带着上校出去, 他想回到前线, 打赢战争, 回到他真正的家。 路上正好碰见了将军, 将军让他把枪拿出来, 然后跟自己一样, 高举双手去前线投降。 带着四百人和满枪热情, 汉丝来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慢慢被绝望侵袭, 可他不想就此死去, 决定跟着女兵离开。 蓝色跟着后面, 他们三人在雪地上走走停停, 摔倒后再爬起来, 继续向前方走去。 终于, 女兵发现了苏军朝着他们而去, 大声向他们呼救, 结果却是枪声袭来, 真是造化弄人啊。 他没死在德军手里, 却死在了苏军手里, 到死, 他也不知道到底该恨哪一方。 上下的两人继续赶路, 直到筋疲力竭倒在地上, 然后被漫天的风雪逐渐淹没, 直至埋葬。 冬天, 最大的好处就是寒冷, 让你什么也感受不到, 连眼泪也被冻结。 这场著名的战役, 总共伤亡两百多万人, 但大多数是饿死或者是冻死的。 其中二十六万名德国士兵, 有九万一千名被俘, 只有六千人得以重返家园。 战争是死神的兄弟, 他们并肩而行, 所有的良知与美好, 道德与侥幸, 肉体与思想都被他们所搅碎吞噬。 无论胜利与败亡, 阴影终将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 幸存的人要么花费慢潮的时间去填饰伤口, 要么就此毁灭。 总之, 战争对于个体而言, 永远是个贬义词。 它给所有人的死亡, 伤残, 崩溃和绝望, 远远胜过那些荣耀, 骄傲, 胜利和褒奖。 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 真正的胜利永远是能够和平生活。 虽说望战必亡, 但终究是好战必危, 不望不耗, 不强不弱, 才是屹立人间永恒的存在。 好了, 这里是老险观影, 我们下期不见不在。